Hello 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欢迎我们这种时光 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看国际美元 王者仁翁归的时候 这一个美国前财政部长 桑莫斯接受Bunberg专访 他说这是在展现 美国经济的优势 同一时间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欧盟升息三马 那澳洲加拿大跟进升息 然而另外一个核心的战场 事实上是在乌克兰 特别是普丁的军事任务 全面失败之后 外界关心关塔的是 俄罗斯的倒台跟分裂的危机 然而普丁最新的威胁 是直接说 这个冬天准备能死欧洲 好 今日普丁会不会变成 明日习近平的同时 美国方面再度将矛头指向 中国首先是路透社追踪 美国方面继NVIDIA跟AMD之后 准备再禁止三家晶片相关设备公司 这个出口给中国 同一时间美国的禁令 也准备扩大到生物科技 而这个周末拜登直接宣示 晶片的未来是美国制造 好 国际的局势还在变化的同时 下个月即将召开的20大 中国内部吹的是强化习领导的 这一个号 而同一时间 下一个十年到底是中国的崛起 亦或是政权的灭亡 国际媒体也有专题报道 稍后我们播放给观众朋友看 而这一回合 习近平枪杆子出政权 保政权的同时 媒体追踪传出来 解放军的北部战区司令 直接更换 而在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清洗 跟政治的变化 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是陈松兴老师 大家好 再是王志胜 大家好 再是宇宗基将军 大家好 再是文杰 大家好 再是黄世聪 大家好 再是黄创夏 大家好 好 我刚刚讲 国际间现在高度关注 下个月即将召开 20大的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 这个礼拜 普丁跟习近平到底会不会会面 是一个变数 另外一个核心的变化是印度 特别是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 连印制中是一个重要的主轴 而印度最大的网络媒体呢 这两天推出了一个习近平的专题报道 专题的前面先讨论 中国的未来十年 习近平的未来十年 究竟是崛起还是灭亡 好 是从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 印度最大的网络媒体 刚刚推出的习近平的未来的专题报道 第一个专题主轴就讨论下一个十年 习近平未来的十年 中国究竟是崛起胜或是政权的灭亡 没错 实际上中国会崛起还是走向灭亡 我觉得我们从美国的态度来看 美国目前对中国的封杀还是持续在进行之中 除了在封杀之外 他们也在强化自己本身的竞争力 拜登在9号的时候出席一个 在二亥二州的Intel准备要投资的 一个200亿美元的工厂 因为我们其实他在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过去用于武器的系统 未来武器系统会更依赖先进的晶片 但是我们是零生产 在美国生产的先进晶片是零 所以未来要开始大局的往前推进 他说晶片业者在选择了美国 因为他们看到美国回来了 美国正在引领整个潮流 所以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美国25%的全球消耗量 未来可能慢慢的会变成是 他们自己美国的国产的一个状况 就Made in USA的这个情形 好 那这个Intel动工 拜登显然是相当的信心满满之外 我们到最近期 美国已经进了NVIDIA跟AMD 两家AI晶片的公司 销货到中国的这个状况 另外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说话 目前为止可能有三家设备业者 包括说像柯林 还有柯林研发 还有应用材料三家公司 目前为止已经接到美国的通知 在14奈米以下的这个设备 是不能够出货给中国的 但是除了这个我们之前讲到NVIDIA 跟AMD之外 事实上另外还有两家公司 一个叫做Intel 另外一个叫做Cebrus 这家公司 他们都是出有AI晶片相关的这个公司 他们两家公司接下来会不会 随着NVIDIA跟AMD被禁呢 这可能也都是接下来的看点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到最近起的时候 这个苹果的iPhone14要推出了 那iPhone14推出的时候 其实这一阵子的 美国参议院的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 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卢比欧 还有这个共和党的另外一位 这个众议院的外交事务的这个委员 这个麦考尔 他们两个联合开枪 开枪什么呢 因为他们只以说 苹果在这一次的iPhone14 用了长江存储的 这个NetFlash的这个晶片 然后他们警告说 因为长江存储呢 跟中国的解放军关系非常好 他们警告苹果没有玩火 那你想 这个等于是说对苹果指责 那结果没想到苹果马上就出来回应了 我们到过去苹果对这件事 他其实是没有回应的 他马上就回应说 我们呢 iPhone14里面没有这个 长江存储的晶片 但是我们在测试之中 那未来如果会用呢 也只有会在中国版的iPhone会用 所以那他也是很快就出来说 这个iPhone14里面没有这个 的一个情形 所以那苹果显然也相当相当的小心 好那为什么 这个美国要封中国的这个AI晶片呢 因为它其实AI晶片可以用来 包括说像超级电脑的运算 那目前为止 全世界最先进的电脑 超级电脑当然是 美国的这个Frontier 就是前沿这个电脑 但是呢 其实根据这个国外媒体的报导 就说中国有两个超级电脑 一个叫天河三号 一个是海洋之光 他们认为说这两个电脑 已经超越美国目前的Frontier 这一台电脑 但是他们没有经过国际的这个评测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用了 美国管制中的晶片 特别是说可能很多是由台积电 生产的这个晶片 那当然了这个 接下来确切的状况 要由美国来这个调查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有可能会缩减 或是禁止这个华尔街 或是美国的企业去投资 中国的这个企业 那不只是只有美国 传言中呢 德国经济部也在考虑 寄出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 因为其实今年上半年呢 德国对中国的企业的投资呢 高达100亿欧元 实际上还创了这个新高 但是显然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会给德国带来非常大的这个风险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就讲 最近我们曾经讲过说 这个中芯呢在这个DUV的这个机台之下 能够量产 能够生产出所谓的7奈米 但是呢 最近呢 中芯的一些相关的这个 这个人士呢 就出来爆料 就说 哎 没有没有 我们用这个DUV的生产呢 还是有一大堆的问题 所以呢 如果用DUV生产 目前的28奈米 都有一大堆问题的话 那显见 他们即使生产出7奈米 目前的良率也非常低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效益可言 好那除了这个这个科技的封锁之外 目前对中国来说 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他过去的重要盟友 这个俄罗斯 他目前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是节节败退 所以呢 他的主要盟友 目前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下 那习近平到底要不要出手去救他呢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目前本身的疫情 我觉得病毒对于中国的经济杀伤力非常大 然后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内外交迫 水深火热的情形里面 好那我请教陈老师 中国的经济还在下行的同时 另外一个全世界的变数 是乌克兰的军事热战 特别是普丁这一回合主要发动的战争 是直接把能源当作超级战略武器 而能源的价格也直接冲击了全球的通膨 是的 我想目前全世界通膨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确实就是这个战争所导致的 这个人烟的危机跟人烟的通膨 所以他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这个战争显然了 俄军是处于一个很不利的状态 所以他才会讲说我要人死你 因为这个普丁有个习惯 他最弱的是什么 他就会出来讲说我最强 比如说我们都没有损失 就表示大为损失 那他现在讲说要让这个欧洲冬天 人死他们 其实在过去这短短的几个月里面 欧盟所有的国家 他们讲起来是很努力 那么开始的加强他的这个战备的除去 目前的话整体来讲大概有84% 德国的话来到86% 所以说可能除了小国家之外 基本上大国之间都可以过得了这个冬天 这个里面就是涉及到说 普丁的战略目的就是要分裂欧盟 结果发现是欧盟国家是很团结的 而且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持 包括提供天然气 这个让他应该是可以度得过去 只不过说目前这个天然气 毕竟还是维持在高档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就可以理解一下 我们来比较今年明年 今年跟去年跟前年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在没有战争之前 深蓝色那个块是之前的价格 那到七年下半年之后 这个价格就开始上来 就付出额外的成本 到了今年 这个橘色这个部分 就是今年开战以来的价格 其实是往上爬 爬得很快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趋势 就是说你看橘色的状态的话 它其实是往下调 也就是说这个价格第二季 比第一季又下来 这表示说他们这因应的政策 基本上还是可行的 所以事实上某个程度来讲 石油已经不是问题 只剩下天然气 那天然气看起来 今年冬天如果度得过的话 明年就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但是再讲到这个石油也好 天然气也好 我们必须要去承认一下 其实目前市场还存有一些的变数 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变数 就是说全球经济其实正在缓缓 也就是说整个需求面可能会下来 特别是这个最大的需求国家之一是中国 中国照目前的这种经济增长率 跟它目前动不动就是这个核酸封锁 其实它整个需求面会大大的下 因此中国的价格大概上不来 另外一个实际上是在这个供给面 因为他们有个习惯 当他们在讲是说我不信任伊朗的时候 就表示说它跟伊朗的核协定 可能快要谈成了 另外一个假设是俄务的战争 目前告一个断斗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供给面又出来 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变数是我们需要去看到 如果说是今天这个战争很快的结束的话 那么因为这个俄国 它这个石油天然气 占它的收入里面占六成 另外一个大的这个收入来源是什么 是它的武器出口 它目前就是说石油天然气跟武器出口 如果中断的话 它经济就无以为续 所以它必须要去调整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普丁的这个人员霸钱 以前是不是这样子的 以前那个他接班的时候 当然是说油价很低 那他这个人还是有一些的条件在 他用了一些好的人 引进西方的资本 跟美国的业营油的技术 因此他在这个整个俄国这边的这个产量 产能都大幅提升 这造成他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 而且呢 他在经济的领域里面 不管是金融的央行财政部 用的都是西方的受过信念的人 所以把它带起来 为什么他这样子 这个太重要 因为石油跟天然气的收入所得 第一个 他去养了这些的石油商 我们讲的奥里卡 就是那些刮头 这个就是他政治基础 再加上他提供社会的福利 这个就是安抚人息第三个 他用来买国内外的政敌 或者是说一些商人 所以对他来讲 现在这个石油收入减少之后 对他影响很大 那这个面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页 我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人员一定要先决 因为他其实会展现在 我们生活各个层面里面 不管你用了所有东西 手机 没有一样不用到石油的 跟他相关的 所以过去的历史经验 可以很清楚看到 如果你的人员拉到高位的话 这个通货膨胀一上来 你的经济就准备摔退 那我们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目前的这个重点 还是要把通膨压下去 而通膨目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人员的价格 所以我们先看 不管是在这个欧盟 这个加码 ECP加码 这个是升息三码 或者美国九月份 马上就要开会了 我的估计大概就是说 以他目前 虽然说整体的这个CPI 事实上是有下来的趋势 不过他核心就是说 排除人员 排除食物的话 他其实还是在高点 所以应该九月份 这个升息三码的可能性 是比较高的 只不过说 刚刚提到几个变数 如果这个战争看起来的话 很可能会回到二二三 也就是说开战之前的这个边界 然后呢 实际上普丁目前 他的国内传出来不同的声音 包括那个纽约时报 或者他部落格里面都探出来 他地位很不稳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会更需要这个人员的 出口的这个价格 来补偿他国内的经济 所以很可能会下来 加上刚刚讲 那么欧洲其实整个需求面 也就下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概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说 如果是这种情形来看的话 美国的部分 大概这一次升息 九月份升息三码之后 有可能他下一次 就不会升息这么多 因为其他的因素 目前正在好转之中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美国将战略焦点 直接放在亚洲 放在中国的同时 连印制中是一个重要的战略 而印度最大的网络媒体 做了专题报道 专题的报道当中谈及的是 习近平的未来 特别是下个月即将进行 二十大连任 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在下行 所以整个中国的 这一个区域经济的能力 究竟是崛起 亦或是政权的灭亡 确实国际间有完全不一样的观察 而另外一个观察是 枪杆子出政权 一方面中国内部传出来 北部战区司令遭受到 更换跟清洗 另外一方面军事的扩张 那当然台湾是个焦点 好 创下刚刚看到中国共产党 枪杆子出政权 保政权的同时 中国内部媒体也追踪报道 事实上军方再度清洗 是的 刚刚印度媒体 非常关切的状况 就是因为在196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毛泽东 枪杆子保政权 但是他内部的情况 问题太多的时候 就来一场局部性的中印战争 所以他们认为习近平现在是在 完全的复制毛泽东 枪杆子保政权 习近平目前在整个共产党里面 没有一个强大的人 可以跟他对抗 但是习近平还是要去面对 整个庞大的党机器 各种状况 所以他们预判习近平 必须走向毛泽东的 枪杆子保政权的这条路 而且在中间的过程中 未来他连任之后 很可能对台湾 对日本的钓鱼台 印度的拉达克 甚至斯里兰卡 那个汉班托克港 他可能都有一些军事上的行动 所以军事的风险是更大的 可是在这里面 习近平知不知道 枪杆子很重要 他当然知道 所以他7月28号的时候 有一个军事改革生化会议 里面特别在强调 新时代人才的强军政策 这里面要确保着 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 对党忠诚可靠人的手里 可是这个时候 习近平已经掌权了十年了 发现说好像枪杆子 是不是对他可靠 他信不信赖是有问题的 因为在9月7号凌晨的时候 在沈阳北部军区的沈阳的 一个军期场那边 突然之间枪声大作 还有很多爆炸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人就细逐部报道 但是有人只看到那样状况 结果第二天 习近平非常反常的 就把原来的北部军区 司令的李乔明给撤换掉 自己单独的就生了一个 叫王强的人在上来了 所以这枪杆子的一个复杂的情况 好像在这里面有 那为什么这种枪声会很紧张呢 因为在2012年3月的时候 习近平要两大之前要正式上去的时候 不要忘了当年的三月中 突然之间长安大街出事了 长安大街也有金水桥父亲 也有枪声 所以习近平是不是就觉得枪杆子 是很不稳定的 而这个李乔明本来是习近平非常欣赏的人 2019年是习近平把他这样坐实升级的 升到北部战区司令 那突然之间怎么现在 你在两年代就要把他给换掉了呢 而整个李乔明本来是整个中共解放军 60后唯一第一个身上上将的人 结果你现在怎么这么快才61岁 就撤换了 换了一个空军出身的王强 但是王强的重点出在他出自于西部战区 因为习近平现在一直讲说 大家对他效忠或怎样 可是目前为止像姚晨他们去分析 目前五大战区只有西部战区 在这过去几年他连换四个司令 西部战区正式表态 全力挺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上次还去四川 还是专门去看西部战区 所以是不是西部战区 才是他现在最放心的 那为什么这个军事这里面 大家这么care呢 是因为习近平上来之后 军委会也要重组 那军委会要重组之后 他魏凤和已经68岁了 所以大概魏凤和国防部长要被换掉 然后目前看起来军委会 习近平最信任的 就是跟他一起在福建 当时31军的何卫东 所以是不是他要重新换一批人 而这换一批人的时候 枪杆子不能出事 可是如果一出事的话 怎么会半夜的时候 又跟2012年3月一样 竟然又会有枪绳打坐 好那我请教明杰 北部战区是中国解放军 五大战区之一 所以人事的更替背后可能不寻常 确实 其实习近平现在 在这个中共二十大 即将召开准备连任 第三个任期最重要的 当然是不是军权在握 能够让他这个稳坐下一个任期 那这个部分当然最近 第一个中共二十大中央军委会 当然也会顺势来改组 特别是如果依照这一个 七上八下这样的一个原则 基本上中央军委会 有两名副主席 包含许其亮张又霞 都已经这一个72岁 那外界评估应该都会下台 另外还有包含像 已经68岁的这个联合参谋长李作成 还有包含像69岁的魏凤和 中国的国防部长 也会跟着卸任 所以至少中央军委会 七名委员里面会有四位 下台 那四位下台中间 大家外界观察 接下来会有谁接班 确实最近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观察 但是回到刚刚讲到说 北部战区司令 为什么在这个九月 特别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前 突然换任这个新的司令 这个部分确实是 引人这一个揣测 特别是因为五大战区 去年才换过一轮 那中间西部战区 一年还换了四个人 那另外五大军总的司令 也去年才换过一轮 所以这一个北部战区司令 先前的这一个李乔明 其实才出任一年的时间 那时间也还没有到上将退零 借零退伍的时间 为什么这时候换下他 然后换了另外一位 其实年龄没有差太多 因为这个李乔明六十一岁 换上了新任的这个王强 才五十九岁 差两岁基本上来讲 没有所谓的这个世代交替 这个年龄年轻化的问题 所以背后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当然外界有非常多 不同的推测跟看法 但是未来有一个时间点 可以来这个观察到底这次换人的原因为何 因为两个极端的一个推测 一个是认为说这个北部战区是不是出了事 如同刚刚讲说外船九月七号 沈阳红区军用机场传出枪声爆炸 所以才让他下台 不过另外一个看法 反而是认为说李乔明因为过去 他其实受到习近平的这一个重要的信任跟重用 他在2019年这个中国国庆的时候 还涨了这个战旗的方队 让这个习近平非常赏识 过去也曾经是最年轻的上将 所以有没有可能把他预留伏笔 放在中央二十大 这个中央军委里头 特别是有没有可能接任新任的 这个军委副主席 这也是另外一个有可能的爆点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一个任门人选 就是前东部战区的这个何卫东 他目前来讲65岁 那先前卸任之后 并没有其他的这个新职 那来出任 不过因为他也不是中央委员 所以他如果能够进入中央军委 或者甚至进一步直接担任 所谓的军委副主席来讲 也是破格任用 那当然还有其他 几位中央军委可能的人选 那外界也观察说 以习近平过去有17年长达的时间 在福建 那从政非常有可能会拔着 所谓的过去的台海派 也就是31军来取代 过去一向重用的越战派 那越战派包含像 这个这次可能会卸任的 这个联合参谋长李作成 或者是现在的陆军司令员 刘正立 他本来也打过越战 那不过他基本上来讲 先前也认为他呼声非常高 有可能进入中央军委 那这个部分反而现在 呼声最高的是 现任的东部战区司令 林向阳他才58岁 另外还有南部战区司令 王秀斌也是58岁 过去都长期存在这一个 现在的福建73集团军的前身 也就是31军 跟习近平都有接触过 也都是他算是敌系的 这个军方的人马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 外界也在观察说 习近平如果想要加速 来处理所谓的以武力 来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 非常有可能会重用 所谓的台海派 那这当然也是未来 台海情势一个重要的观察重点 那至于先前还有另外一位 前这个西部战区司令 徐启林本来被换下来 也认为他可能出事 不过现在也有人认为 习近平是在预留伏笔 因为他年纪才60岁 也有可能会让他进入中央军委 所以当然习近平 对于军方的布局 非常重要 第一个优先当然是 稳固他自己的一个权位 第二当然是未来台海问题 要如何解决的 一个重要观察指标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乌克兰的卫国战争 打了200天之后 绝地大反攻的同时 CIA的局长伯恩斯说 普丁在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战争当中 已经失败了 但是普丁又呛瞎了 这回合是直接威胁准备能死欧洲 好这次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布林肯的公开谈话 但是普丁最后的筹码还是压在能源 是没有错 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乌军在反攻的过程当中 那俄罗斯一败涂地 但是你看到普丁在这个手上 有能源把它武器化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 他现在直接威胁欧洲说 如果你欧洲在持续的这样子 用所谓的价格上限去控制能源的话 普丁将冷死欧洲 就是继上个礼拜 这个普丁无预期的停止北七一号 然后不知道停止到什么时候的情况之下 进一步的对能源问题继续表态 但是就从刚刚陈老师所提到的 其实能源两个部分 一个石油一个天然气 在石油的问题上面 因为欧洲在9月2号确定能这个价格上限的时候 而普丁虽然气急败坏 可是看起来这个气急败坏并没有 因为这样造成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的上涨 反而稳定的落在大概80到90之间 在西德州原油的期货价格大概是86 而这个布兰特原油价格大概在90上下 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比三月初战争该起的时候 130几块的这个原油价格 直接砍了四成 也就是说事实上 这个这几年 这个时间下来 其实经过这个价格上限的控制 在石油的部分 其实这个打了六折的情况 这个让普丁在石油的部分 其实对欧洲的威胁是有限的 这个刚刚跟陈老师分析是一致的 但是在天然气的部分也如同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说天然气的部分 其实对欧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不同的意见分歧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情况 一方面是天然气价格的这个高涨 二方面是欧洲国家对于这个 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依赖更为严重 所以在这个礼拜欧盟刚刚看到的会议当中 并没有对天然气是否要决定价格上限 完全没有共识 下礼拜还要继续开会 可是下礼拜就会有共识吗 普丁都跟你讲说如果你敢定价格上限 我要冷死欧洲 没有油没有煤 然后也没有气的情况之下 所以让很多国家其实佐足不前 而且不是只有在民生的问题上会冷死而已 在经济的上面其实也是 因为没有天然气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几个面向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在旅的问题上面 现在全欧洲最大的这个旅厂 也已经告出来说 他基本上准备要减产百分之二十二 那在新的部分欧洲最大的这个在比利时的这个新厂 他已经宣布要坚长百分之五十 那至于造纸的部分 德国的一家这个德国的这个造纸量占全欧洲的四分之一 他现在也宣布可能因为没有气的关系 他要暂停造纸的工艺 所以不只是我们所熟悉的钢铁化肥 甚至在刚刚在鋁啊 鑫啊 造纸的部分都会因为停气的部分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不只是冷死欧洲 恐怕还会饿死欧洲 而且这个饿死欧洲不是只有这样的问题而已 粮食的问题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受到冲击 因为这几年的气候变迁 印度的粮食干旱 其实也造成了这个粮食价格的上涨 这些都会连带的去影响到整个欧洲的 整个的经济发展跟动向 那所以普丁把能源武器化这件事情 会不会作为俄乌战争的终极手段 这个是还要再去看下去 但是我们回来看另外一个流氓国家中国 那中国的问题其实在欧洲 其实对中国一直出现一个不满的状况 那最近其实欧洲 笼罩在一股悲伤的气氛当中 就是这个英国女王伊萨白亿的过世 那这个英国女王的过世呢 的情况之下 其实各国都在调念嘛 那在调念的过程当中 这个英国的Disney Plus 他就公布了一个调念英国女王的画面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上面 他是一个小熊维尼来跟英国女王 来这个祝福念一张文章 这是2016年的时候 英女王90岁的这个生日 然后小熊维尼刚好也是这个 等于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出现90周年 所以两个人其实同一个年份生日的 那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对他的纪念 可是就被很多人这个解读神 这是暗奉习近平 因为小熊维尼嘛 刻意选择这样子的一则图来暗奉习近平 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英国女王当年 他很优雅的姿态 如何来应对习近平 习近平的出鲁在2015年 到英国去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 英国女王其实就厌情嘛 国事厌情 他就刻意开了一瓶1989年的法国红酒 对可以 然后席上你就是喝红酒 也不跟你谈人权 也不跟你谈什么价值问题 你就是喝 你就是喝1989的红酒 那习近平你能不喝吗 还是得喝下去 所以最后习近平只能百般无奈吞下1989 但是展现出英国女王的这个高度的智慧 跟柔软的外交手腕 但是事实上英女王也好 现在继任国王的查尔斯也好 其实都曾经在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后 批评中国的无理跟粗鲁 但是你会看到英国人的高超的外交手段 其实也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当中 你可以获得证明 好那明杰刚讲到英国女王当年请习近平喝 1989年的红酒的同时 多国联合军演事实上也在秀肌肉 对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美军在印太地区 自从8月开始到现在至少有7场以上 联合盟国的这个多国联合军演 那中间收到矚目的是今年 过去其实每年也是例行性的 在澳洲进行的漆黑军演 那今年2022 那罕见汇集了多达17个国家 那这个我个人观察 它未来非常有可能成为 这个美军在这个印太地区 另外一场空中的环太平洋军演 那这一次我们先前陆续看到曝光 除了美军先以部署 这个市价的B2A这种逆中轰炸机 到澳洲参演之外 另外包含像澳洲自己的这个 F-182大黄蜂或者F-35战机也都参加 那这一次直接都在曝光 那所有参与国中间总共有高达 9架的这一个空中加油机 参加这项演习 那这个媒体推测 这9架中间包含像美军派了两架的 KC-13-J 那还有包含像法国的A330 这些所谓的这个空中加油机 那整个空中加油的 这一个载的燃油高达830吨 这样的一个重量 那可以替这个数十架的战机 直接进行空中加油 所以这也然已经是可以进行一场 大规模的空战的规格 那当然对外秀肌肉的目的 我认为为什么时间点8月以来 陆续展开了7场 这么多的这个联合军演 当然无非就是在回应 这个解放军在8月份 对台围台军演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在对中国施加外部的压力 那同时其实不只在远在澳洲 在这个台湾的北面 这个冲绳这个地方 其实美军也在默默 除了先前东方之盾 美日之间的联合军演 在这个燕美大岛之外 他也在自己的基地 那透过美军的陆战队 动用CH-53E 这个超级总码的直升机 在进行所谓的这一个 远征前进基地 中间的吊挂的这一个演练 那主要是这一型的 这个超级总码直升机 我们过去其实曾经介绍过 他最新的CH-53K 他外部挂重可以到这个18吨 那先前CH-53E 他已经非常可观可以到14.5吨 曾经因为有直升机 把它直接直升机挂 直升机把它调走 所以调挂能力非常强 所以他照样非常昂贵 有一架等同F-35战机的价格 但是美国陆战队还是毫不手软 准备要买200多架 那未来当然主要运用在第一岛链 他的优势就是说这次他的演练 直接从冲绳调挂一辆JATV 也就是说联合战术 新型的战术车车 直接把它挂到这一个 调挂到他在外海的米格尔基斯号 远征前进基地的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运输舰 这一型的运输舰 这一满在吨位有到9万多吨 仅次于美军宁明治航母 这样大型舰艇上面 当然也在演练说 作战的时候一旦 第一岛链特别是 日本冲城或西南诸岛 如果遭遇到解放军的 袭击的情况之下 他能够快速 那配合不管是陆战队的 冰海作战团 那从这一个 不管地面或舰上 可以透过CH-53E 直接挂载 不管是大量的兵力 因为一架这种直升机 至少可以搭载46名 全副武装的陆战队的队员 那还有包含像他下面 也可以直接吊挂 包含像M乖乖乖这种 药物的榴弹炮 甚至我们这一次看到 还有连这种战术 装甲车都可以进行吊挂 等于说他远程投送的能力 非常的强 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在预备 如果今天台海有事 那美日要如何来联手 来防卫第一岛链 那还有同时 除了这些传统的军武之外 那美军第三艘的无人舰艇 水手号最近也下水开始测试 那美国海军先提出 这2045年500艘舰艇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 这个造舰计划 中间373艘是载人军舰 有高达150艘的无人军舰 包含潜舰在内中间潜舰50艘 100艘的水面无人舰 那水手号就是 先前这个游记兵号 测试舰之后第三艘 开始测试之后 美军就准备派遣载人军舰 跟他进行联合的演练 那未来中型的无人军舰 可能排水量会到达2000吨左右 上面可以至少搭载32 据这个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搭载各式的标准二型三型六型 各防空反舰飞弹 能够进行所谓分散式杀伤 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对应对这个解放军不断的 这一个所谓的下角之造舰 能够用无人的军舰来 予以这个还击 那同时还有包含最近 也传出说 这个美国军务 不只在乌克兰自首可乐 包含像M142 海马斯多关火箭 吃针飞弹 甚至国际都缺货 也一度影响到对台军售的时程 那现在也传出说 最近有一型AM120 编号是D3 但实际上它是AM120 中程空队空飞弹 C8版的一个 等于说正式定量版 那有高达8 美军自己有20国在进行抢购 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要买 主要是说 它也是现今空中 等于说有实战经验 同时也是射程 可以超越解放军号称 这个有150公里 PT-15它的射程 那这一型的飞弹 它射程可以到160公里 那比过去台湾 其实我们曾经两批 获得C5跟C7型 大概射程100公里来讲 它也换装了新的 这个巡标器能够辨识 又有跟实际的战机 还有包含像它的偏轴 飞行能力也非常的强 其实就是这一个 加强版中程版的 AM9X飞弹 那等于美军自己 F22到F35 零终战机 甚至F8 F15E甚至F16 全面都要配挂这种战机 那另外包含像国际上 澳洲日本 非常多的国家 都想要获得这一型飞弹 所以现在有高达20个国家 要抢购这一型飞弹 那非常重要 我们先前谈到说 台湾政策法 那在美国参议院 即将要审议这一项 反而对台湾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通过台湾 可以等同非北约盟国的地位 其实未来我们在这一个 武器性能上面的升级 也可以等同这些国家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国际美元这一个波段 直接来到20年新高的同时 非美货币都有庞大的贬值压力 好陈老师我们刚看到的是 桑默斯这个周末接受 伯伯伯专访的说法 他说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 所以美元当然强劲 而且这回合美元的强劲 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 相当惨烈的货币战争 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当然有些时候 这个Larry Summers讲话 比较快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记得我们很多国内的人 是也在讲是说 美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是人民币 其实我要引述一下 其实都看错 对 我要引述一下 基辛吉讲的话 基辛吉就是外交的教父 他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控制粮食 你可以控制老百姓 如果你能够控制石油 你可以控制欧亚大陆 你如果控制货币 你就控制全世界 所以这个时间你来看 确实还是这样 因为货币本身在国际间 你如果要能够突出的话 你有三个功能 你一个是贸易跟结算 这个部分当然是人民币有进展 另外一个就是做贸易的 就是融资的部分 第三个是作为这个储备的货币 人民币在2016年 被国际货币基金纳闹 特别提款钱 十几%给他 结果你看 搞了这么多年下来 也不过才2% 如果这样起来的话 你如果说是在做贸易的人 你想想看 人民币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它的结算交割有保障吗 说不定随时被冻结 然后又有贬值的压力 所以就现实的环境来讲的话 一旦国际间有事件 包括战争 你一定是走向避风港 避风港就是美元 所以在我们目前看起来 美元还可以搞很久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看到 欧洲也是冷痛 直接升洗山 然后加拿大澳洲五眼联盟 这一回合跟进美国升洗 也是跟得特别快 所以亚洲 特别是我们看到 日元基本上 还是持续宽松 这是一个重要指标 另外一个是 相对也还在降息 还在宽松的人民币 就是今年的冬天 不止欧洲很冷 事实上人民币 中国可能也是很严酷考验 事实上人民币是今年冬天 我们最需要关注的 因为如果照他目前的经济 再加上目前的一个封锁的话 他很可能 第四季的经济会出现 比较大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国际的机构投资人 也有同样的看法的话 坦白讲 我资金都要从中国搬出来 换句话说 你搬出来避风港是什么 还是美元 那其实像日本的央行 也很讲得很清楚 他认为已经跌过头了 他现在是无计可施 不过实际上来讲 下半年或第四季 最需要关注的是人民币 如果他的经济跟金融 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要关切了 而且另外一个部分是 美元这一回合的高利率 可能维持一个蛮长的一段时间 就是说我跟你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猜测在4%这附近 可能至少是一年的时间 那万一状况不好的话 搞不好还会再拉高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因为中国经济有问题 那需求下来 再加上说恶物战争 如果有机会早点结束的话 那么这一种人员的共济面的问题 能够得到舒缓的话 那也许他可以将这个 目前的利率维持 在差不多3.75到48之间 但是这个东西 还是需要一点硬气 话拖回来 其他的国家更糟糕 所以我们怎么样看的话 美国目前还是一个 主导的一个地位 好 那全世界就可能 有一个很大的资金流向的大调整 确实是这样子 这个资金已经在流了 那不管怎么样说 以欧洲间的情况之下 你不会希望你的铺血 是放在这个 我们讲欧元的部位 那本来以前避险的话 我们会跑到这个日元上 日元现在也不是 所以你看来看去 说实在来 我们在银行街里面 大家在聊天 我从年初我们就说 我们大家今年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报美元资产的部位 所以这是一个 很吊诡的局势 就是全世界的很多金融专家 或者房仲都来跟你说 哎呀 通膨要来了 你要小心啊 叫你买东西啊 才能抗通膨啊 结果赶了半天 报美元现金最抗通膨 而且美元现金 如果这个月在升息三嘛 你可以有 Face Income 3% 4%挺好的啊 是的 台北市很多不动产 年报酬率都不到2% 3% 是的 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的话 除非是说 我们看 就年底之前 这个两个大变数 我刚刚有提到了 一个是中国的经济跟金融 是不是能够维持稳定 如果有维持稳定 是一件事 如果没有的话 美元的目前的强势 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好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CIA局长伯恩斯说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事实上普丁已经宣告军事的失败 不过美国内部这样判断的同时 国际间在观察的是 普希两人的关系 那将军 这个礼拜到底习近平跟普丁 会不会会面是一个指标 没有错 我们现在传出来 就是习近平跟普丁 遇见在乌兹北克的上海峰会 进行元首的峰会 那我们可以了解 就是说 其实两人在这个时间点 抱团取卵 事实上是有他实际的需求 以普丁来讲 我们现在知道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作战 岌岌可危 只有争取到习近平的支持 才能够让普丁免于败亡的命运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美国除了这个之外 也不断的寻塑 中国的军事的威胁 尤其最近有关歼20跟歼16 对抗演练的这个讯息 再加上就是说 中国要急速的快速的扩增 歼20增加到8个里 歼16增加到11个里 总数就会超过300架以上 那美方的情报就透露 这个对于未来台湾的空军 在未来五年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除了这个来自空中的威胁之外 国防部最近也透露了 这个福建号 也就是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 将在2025形成战力 那从这一次佩洛西之后 中国在那个航母战券的应用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现在辽宁跟山东 是分别在南海跟黄海 组绝美军可能 这个持远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军力 那未来福建号成立之后 很可能就应用在台湾的东部 组绝来自于夏威夷 跟关岛的这个美军的援军 所以呢这个在未来 我们可以预判 2025年之后 等它的空军跟它的海军 形成这样的战力之后 中国对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步步进逼 用军事手段 以战逼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将会越来越高 好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 跟粉丝朋友赏描 QRコード订阅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同时在IG脸书 推特特计官上面 都有官方的账号 欢迎大家分享 订阅 追踪收看 谢谢 他也要在这边 你先看 再走 这边 在这边 你贴持人 在那边 来 谁 你带到哪 所以 抚ijd 你带到哪 再来 你带你带到哪 不是 你带到哪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